好 我们开始 下面呢上来第一个我们来介绍TCPIP模型 TCPIP模型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模型 我们讲的是TCPIP模型 当然了还有一个呢更加有名的叫OSI模型 当然我们一般不怎么讲这个七层模型 不讲这个OSI的七层模型 我们主要是TCPIP模型 OSI模型我们在熟悉一下 我觉得学网络怎么也应该会学七层模型 但是七层模型里面的绘画层和表示层 其实咱们真的用的比较少 那么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经常我们网络老是聊的 基本上还是TCPIP模型 TCPIP模型主要是右面这一块 右面这个 就是说那么不聊什么绘画层 不聊什么表示层 我们认为这上面三层 我们就认为叫做应用层 这叫做TCPIP模型 下面都是一样的 物理层还是对应的OSI的物理层 然后数据电路层也对应OSI的数据电路层 然后网络层也对应OSI的网络层 传输层也对应OSI的传输层 只是应用层 因为这两个层基本上没有怎么用到过 所以说我们不聊这两层 我们就把上面就叫做应用层就完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也看了 叫OSI七层模型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 我们的TCPIP模型 这个后面有一个比较 就是后面的 我们一般来说聊的就是TCPIP模型 好吧 基本上我讲课也是讲TCPIP模型 不怎么讲OSI模型 因为这个表示层绘 绘画层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如果说非要有什么用的话 我记得我们HTTP才讲完 那个HTTP的TOS 或者说那个SSO 那么有时候会被归为绘画层 当然这个就算了 好吧 那么确实有归为绘画层的 但是平时我们不了这两个层 基本上我们就说 这上三层咱们就是应用层 好吧 然后其他的OSI和TCPIP 其实就是一样的 基本上我们后面聊的都是TCPIP模型 就不聊这两个 其他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吧 我们依然讲物理层 数据电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然后再往上就说 我就说应用层了 好吧 就不再聊什么TC 聊什么绘画层和表示层了 就不聊这两个层了 好吧 好 那么再看一下 那么下两层 我们的物理层和数据电路层 主要是物理的网线 水晶头 对吧 这个传输的方案 就是同轴电缆 光纤的这些东西 跟物理相关的 跟接口相关的 跟线缆相关的 还有一个就是数据电路层 大部分是跟网卡 网卡驱动程序 就是很多那些 那些什么ARP的实线 这种数据电路层的一些实线 数据电路层的封装 基本上都是在 网卡和网卡驱动程序里面搞定的 那么下两层主要是 物理的接口 物理的链路 还有网卡 还有网卡的驱动程序 基本上下两层是在这个里面完成的 然后网络层和传输层 往往是在操作系统里面完成的 就是什么IP TCP UDP 这是在操作系统 Linux操作系统 Windows操作系统 在操作系统里面完成的 然后在网上 我们不聊这个绘画表示 那么我们认为上面就是应用层 那应用层就是各种各样的应用 应用的协议 那比如说我们讲的最多的 我说这个世界上最多的 协议是什么呢 就只有一个叫做HTTP 所以我们花了9个小时的时间来讲HTTP 那么这是一个经典的应用层协议 就是HTTP 还有我们的Telit 我们的SSH 我们的FTP 我们的SNMP 这要应用层协议 我们尽量的能够在这个课程当中 涉及到一些非常经典的应用层协议 当然了 HTTP已经讲完了 最重要的一个 最复杂的一个 我们已经讲完了 好吧 那么这次课也会涉及到一些应用层的协议 但是都是一些日常用到的 一些我认为也比较重要的一些协议 好吧 好 这是我们的设计模型 好 那么这个说完之后 就是为什么需要分层的设计 应该说 我先说一下 可能有些小白来听我的课 我个人认为 我这个课可能不是太适合于小白 并不是这种纯入门的 我觉得更适合于那种 你有一定经验的网工 那么但是你对这个TCPIP模型 TCPIP这些协议的工作原理 可能还不是很吃得透 然后还有想听听我来分享 这么多年来 我对这个协议 我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见到的一些别人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我在书里面看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在 就是还有一些 跟TCPIP相关的一些实战内容 那么我觉得你可以来听我的课 可能我聊的话题 我经常说了 可能我的 有些聊的话题可能有点高端一些 可能我 可能我聊着聊着 可能给你扯防火墙了 我聊着聊着 可能就会跟你说一个 一些在录音器上的一些feature 但是在说的时候 很有可能我不会给你敲打 我就给你聊到那个地方 但我不可能说每个东西都有一个设备给你敲 所以说可能我的话题会有点高端 好吧 可能也不是那么适合于入门 入门 纯入门的选手 我建议有那么三四年的网络工程的经验 干过网工这么几年 然后来听听我的课 我觉得能让你把那些协议的内容吃得更透一些 只有你想想 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我们要学TCPIP 因为它是我们的网络最核心的东西 我们网络最核心的东西不是路由协议 不是路由器 是TCPIP这一套东西 对吧 你要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路由器 我们的路由器就是为了让这一套东西能够 我们的或者说我们的应用程序能够在我们的网络里面成功的 正常的能够传输 对吧 能够网能够通起来 让客户 让客户能够满意起来 对吧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需要了解网络的底层逻辑 我经常说TCPIP是网络的底层逻辑 我们的路由器不是网络的底层逻辑 我们的路由器只是让这套东西能够增长工作的一个条件 我们需要有路由器 有了路由器才能够让他们能够增长工作的其中的一个条件而已 好吧 好 为什么需要分层 如果不分层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不分层 比如说我们是 比如说就是腾讯吧 对吧 他搞了一个微信 他搞了一个应用 不分层的话 那好 那很有可能这个腾讯 他不仅要开发一个应用 然后他可能还要开发一个通讯协议 还要开发什么网络层的协议 这个数据链路层的协议 还有物理的那些链路 因为他自己开发的 全部都是私有 他自己搞的东西 对吧 那可能网线都是腾讯 腾讯网线 属性头都是属性 腾讯属性头 对吧 所有的 那如果说不分层 那统一都是统一里设计呗 对吧 全套都是里设计的 应用里也是设计的 传说声音里也是设计的 网络层也是设计的 什么都是你们家设计的 对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个公司是承受不了的 对吧 可能只是软件开发 只是做通讯软件 聊天软件 对吧 OK 可能这方面还行 但可能在网络方面 在网络层方面 在传输层方面 在数据链路层方面 他其实没有什么经验 对吧 他可能开发不出来 做不出来什么好的路由器 做不出来什么好的网线 等等等等 那么 所以说为了能够让 分工 现在这个时代 不就是大分工的时代 对吧 你只需要把你自己 做的好的东西 然后你开发好就可以了 那么其他事 留给更加专业的 其他的公司 和其他的人去做 那有分成的好处 就是说 那么你是一个 应用程序的厂商 那么你这个时候 你就自己 把你的应用程序 开发好就得了 对吧 而且我给你解释一下 像以前 比如说腾讯 做QQ的时候 那么他不仅要做 QQ这个应用程序 而且还要为QQ 开发一个通讯协议 就是说应用程序 还需要一个QQ的协议 QQ现在就是QQ的协议 QQ现在用的 就是QQ协议 那是差不多 在20年前 那个时候 基本上每一个 应用程序 都可能会开发一个 属于他们自己的 一个应用程序 QQ有QQ协议 那个时候 很多很多的 这些 这些应用 都有属于 他们自己的协议 但是这两年 大家都知道了 你想想 这种开发通讯协议 其实对应用程序 它也不在行这个东西 它也不关心这个东西 它只关心我这个应用程序 能够用起来 能够通起来 大家都能够使用就好了 对吧 至于用什么样的应用程 协议 这个重要吗 不重要 所以说现在 基本上 传输程协议 就是这个应用程 都是HTTP 就是应用程协议 都是HTTP 只是说 你们这些各种各样的应用 都用HTTP进行通讯 以前还要开发 属于自己的通讯协议 以前QQ就是 现在似乎 都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开发一个应用 那么我们还要为这个应用 开发一个通讯协议 这个有必要吗 这个没有必要 对吧 所以说 现在基本上 咱们都统一的 用HTTP就可以了 HTTP足够强大 我们就不用再 自己搞一个自己的了 我们自己搞一个 可能也强不过HTTP 所以说 我们现在基本上 都用HTTP 就是你们纯关心 应用相关的 通讯相关的 基本上就 交给HTTP HTTP交给TCP TCP交给IC IP交给以太网 就完事了 以前还存在 搞自己的通讯协议 这个说法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都用HTTP了 好吧 好 分成的好处就在于 那么 你看 你只用开发应用 然后呢 你的应用程度 用HTTP 对吧 然后呢 传输应用TCP 然后呢 这个网络程度 可能用IP 然后呢 以太网 对吧 这相关的东西 那这样的 分成的好处就是说 能够让更专业的厂商 来做专业的事情 比如说 你开发应用 时刻呢 可能就做录务器呀 做脚远机呀 然后呢 有些 比如安普 安普的网线 安普做网线 做水晶头 做光纤 就由各大厂商 来实现 每一层的 相应的 分工的任务 这样的话 就是 更专业的公司 更专业的人 做更专业的事情 对吧 现在就这个时代 就是这样的 没有说什么事 都你一个人做 那有没有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说这哥们 就是全做了 就是 就是 不分成 就是都是咱们家 咱们这个协议 咱们这个统计设计 有 我给你讲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今天才把它找出来了 就是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的B站 我的存储协议 存储协议 存储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Fiber Channel 就是我们的服务器 后面有一堆 那个矩阵 存储矩阵 那个 一个read 存储柜 那种东西 如果说你了解的话 应该知道 我做Fiber Channel 是什么东西 那么一个非常经典的协议 就是Fiber Channel Fiber Channel 就是Z6B的 基本上你可以认为 从传输 从网络 从数据 电路 从物语 全是他们家的 需要他们家 专门的网卡 需要 你可以认为 他们专门的网卡 需要他们家 专门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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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口的接入方式 然后呢 需要他们专门的 交映机 他们有自己的 这个物理地址 他们有自己的网络层 就是全部都是他们家的 就是这个 这套协议上 全部是Fiber Channel的 他跟谁都不共享 是一个封闭式的 你可以认为 是一个封闭式的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 他的 他能够活下来 真的是因为 他在存储那一块 做的太优秀了 我觉得他能够活下来 真的是在 存储那一块 做的太优秀了 所以说 才能够活下来 只要他稍微有点问题 早就被替代了 你解释吧 所以说 它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一个场景 就是 就全都是他们家的 就是你可以认为 网卡 他们 网卡 是他们的 那个特殊网卡 接口 也是他们的 特殊接口 交映机 也是他们的 特殊交映机 协议 也是他们特殊协议 全他们搞的 但是这种东西 就是你可以认为 专门为存储打造的 而且在这方面 确实特别有优势 所以说他才 他才能够活到今天 才能够活到今天 虽然说呢 现在也有其他的方案 来替代他 但是呢 真的没有他用的这么好 真的没有 就是不管你什么 Ice Gase 什么新的技术 出来之后 不管怎么说 这个真的非常好 就是我不光说 当年 当年他 当年他4G Fiber Channel 我用起来 比那个10G Ice Gase 效果都好 就专属打造的 但是你会发现 他有个问题 他特别局限 特别贵 特别贵 价格非常的贵 相对于什么 传统那些 都翻很多倍 特别特别贵 特别局限 只是在一个小范围里面用 所以说呢 现在这种 大家一起用的东西 那肯定是分层的 就说我只管我这一块 我只开发我的应用 你做你的录路器 你做你的交换机 你做你的网卡 你做你的光纤 咱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才能够做得大 咱们再分层 彼此有自己更专业的东西 OK 所以说呢 现在的实在来 就是说还是要分层 各做各的 各做自己专业的东西 所以说呢 我给你举一个 没有分层的 Five Channel 就是经典的 没分层 老流逼了 全部全线 整个技术站 全部给他们家的 好吧 那么 当然我们的TCP 不能这么干 你说哪个公司 这么流逼 对吧 刚刚才看了个广告 苹果真流逼 整个世界手机的 手机的销量 62%是苹果的 全是6B 对吧 就是现在基本上 还是都分开的 各做各的 好吧 所以说这就是 为什么要分层 不分层也行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不分层的 好吧 那个东西就特别局限 特别昂贵 你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的互联网 这么快速的展开 那肯定就要廉价的 一定要廉价的 所以说呢 我后面也会讲 为什么 以太网这么一个 超二B协议 我跟你讲 以太网真的 我认为这个超二B协议 最二最简单 最最粗暴的一个协议 打败了那些 Fiber Channel ATM 对吧 这么多 都在设计上 更加精巧 更加精妙 更加在QSB 控制更加棒的一些协议 都没有一个比他差 全部比他高级 全部比他好 全部比他设计精妙 有什么用吗 最终留下的就是这个 最二B最烂的一个以太网 就是因为他简单粗暴 够便宜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说 什么 最终留下的一定是 简单粗暴的 便宜的 好吧 而且所有精巧的 全死了 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好吧 相信我 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好 那么这种设计 就是有一个清晰的边界 就是说你 就是物理层 你就是物理的网线 水晶头 对吧 网卡 就这些 然后我们的网络层 就是IP 我们实现IP的传输 我们实现这种IP到IP的寻止 我们IP到IP的通讯 对吧 那么每一层的功能 一定是清晰的 就是这事明显是我干的 那事明显是你干的 OK 一定是清晰的 每一层都很明显的 有自己的一个功用 一个自己的一个作用 好吧 每一层有特定的功能 并且互相不影响 比如说 处理特定的应用程序的细节 那么就是应用程的东西 应用程的协议 处理应用程相关的 应用程序发的数据 那么我们应用程协议来搞定 传输程 那么比如说TCP 实现的这个端到端的 应用程序的端到端的通讯 那就是说我们的这边的一个 tailed client 和那边的一个tailed server 然后我们用TCP 实现了一个tailed client 和tailed server之间的一个端到端的 一个传输程的这么一个通讯 网络程就是说处理分组 就是一个IP数据包 然后来到了我一台录音器 我的录音器就查录音表 来查询下一跳 然后我们逐跳的 一个录音器一个录音器的 来进行选录 来找到下一跳 来找到正确的出接口 然后最终能够抵达目的地 这就是网络上的任务 就是说来了一个IP分组 我们看到你的目的IP地址 我们查了我们的录音表 我们找到了下一跳 我们找到了下一个出接口 然后呢我们把它送出去 送到了下一条录音器在那边去 对吧 你看这是每一层都有自己的任务 每一层呢 是服务者也是被服务者 比如说呢 为上一层提供服务 下一层呢 为我们提供服务 OK 比如说像IP为TCP提供服务 那么以太网呢 为它提供服务是一样的 呃 层次的划分呢 也有利于国际标准的 这个协议的制定 大家应该知道 最经典的两个这个标准化组织 一个是IEEE IEEE 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啊 现在已经有点模糊了 以前是很清晰的 呃呃呃 以前很清晰 IEEEEE就负责数据电路层级以下的 就是物理层和数据电路层 基本上这一块是由IEEEE来定义标准的 你你自己想想是不是 但现在有点缓啊 现在有点缓啊 呃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这个边界的 ITF呢 主要是网络层级以上的标准 是ITF他们的 他们搞吧 啊 IEEEEE主要是 数据电路层往下的 啊这样这样他们两家其实也不怎么冲突 啊 OK 好 层层层层呢需要足够多以避免呢 每个工友呃 要完全的清晰的给它分开 让每个每一个层的功能呢 不要有冲突 不要有重复 不要有含糊啊 含糊的地方 每一个层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OK 好 然后呢 OSI的这个遵循几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有几个优点啊 那么 首先呢 就是说 你看这个 如果混在一起 那肯定就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太贵 没有办法有效推广 啊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啊 呃 然后呢 看一下啊 这有什么好处呢 提供了极插极用的兼容性和不同厂商之间的标准 接口 那有时候呢 哎 呃 比如说我们思科的 呃 我们提供了一些标准的协议啊 比如说啊 这个 呃 入入协议啊 OSPF这些标准协议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交换机的一些协议 VTP的协议 那么基本上呢 都是都是兼容的 那么比如说思科的入入器 可以接华为的交换机 可以跑阿里的应用 只要按照说 按照一个标准来走 啊 那么我们都是彼此可以兼容的 不一定 啊 我们用 我们一定要用思科的入器吗 也可以换个其他厂商的入入器 我们一定要用华为交换器吗 我们可以换着其他 厂商的交换器 只要按照你的 我们 呃 有一个 每一层都有一个相应的标准的接口 只要你 尊重这个标准的协议 那么 其实呢 你就可以生产 相应的入入器和交换机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的入入器和交换机 都能够正常使用的 不一定 你一定要用某一个厂商的产品 OK 呃 比如说 那么使用各厂商能够设计出 呃 互相能够操作的网络设备 那么加快数据通讯的这么一个发展 那就只要大家都用通用的协议 大家都用OSPF 虽然说 一个是华为的入器 一个是思科的入器 我们都用OSPF 我们能够彼此的通讯 能够沟通 能够学到正确的路由 OK 呃 但是呢 我觉得这也是 我经常吐个槽啊 就是我觉得 学网络这块 就是经常会有人去 呃 就标准协议 啊 标准协议啊 其实呢 但是我其实虽然说是网工 但是其实我一直接触的是安全这一块 安全是没有什么ITF的东西的 啊 安全很少聊标准协议 安全都是私有的 啊 安全都是私有的 所以说我一直以来都是学这些私有的东西 然后现在学云 你说AWS有什么工友的吗 对吧 连微软的ASHA有什么工友的吗 都是都是私有的 其实私有有私有的好处 啊 呃 私有的话就是 他这个协议会设计的比较简单一些 啊 不需要不不兼容 我不需要考虑兼容 我谁谁谁 什么什么都不兼容啊 我我自己家设计的这个协议 我我们自己家兼容就好了 他会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这种标准协议设计起来 一般来说都会都会比较复杂 啊 这次特别是特别是遇到像SNMP 一个MIB啊 又遇到了一个 比如说后面SNMP的升级版 NetConf啊 一种一种公有协议 为了兼容各大厂商 你会发现那种公有协议 会变得极其的复杂 极其的复杂 由于各种兼容啊 就会变得特别的复杂 不可理喻啊 但是反而那种私有的协议啊 就是我们不兼容任何东西 那么我们AWS就是我们家的 我们自己自己的协议 有自己的这些操作 那其实你会发现这种私有容器 其实会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这个部分在OSI模型的地方 肯定说 那为了我们的网络快速发展 我们需要廉价的 我们需要通用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我们做分层 我们用统一的录路协议 来彼此的进行通讯来沟通就可以了 好啊 还有一个呢 防止一个呃 一个区域网络的变化 影响另外一个区域的网络啊 因此呢 每一个区域的网络呢 都能够快单独的快速的升级 这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IPv4 IPv6 当然了 IP太本质了 所以说呢 虽然说IPv6已经出了二三十年了 简直为是二三十年了 但是现在其实还是没有被替换 那么HTTP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了 那如果除了IPv4 IPv6 就是说可以在 可以在一个区域在网络层 咱们从IPv4更新到IPv6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应用层 我们把HTTP的1.0 更新到1.1 更新到HTTP2 更新到HTTP3 那么因为我们彼此都是独立的 OK 那么我可以对一个小区域 那么一个层的里面的一些协议 进行一些升级和更新 经典的就是IPv4 IPv6 HTTP的1.2.3 对吧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还有分成的还有个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问题分解 那么你可以快速的定义 这是一个物理层的问题 还是一个数据电路层的问题 还是一个网络层 或者说路由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 我觉得你了解分成之后 也便于你排错 其实很多 其实这么说我认为 经常我有时候想拍照的时候 我觉得网络啊 有时候就是网工啊 就学久了 就老是按照这个配置 那一步一步打 我说这没有创意 都是别人安排好的配置 你照着打就通了 但是网络绝对有 有技术团的东西啊 网络绝对有技术团的东西 网络最有技术团的东西 就是排错 其实很多新手 排错的主要问题就是 他没有思路 他不能够判断 这个东西大概是 物理层的问题 还是交换机的问题 还是路由的问题 或者说是一些 应用层的问题 他首先他根本就定位不了大方向 到底是哪个哪个区域 是在数据电动绳的问题呢 还是这个路由的问题呢 这大方向上呢 根本没有感觉 OK 所以说呢 你分层之后 首先他就可以把一些问题 分解到说 传输层的问题啊 交换机的问题啊 路由的问题 那么你在这儿的话 如果说你判断是路由问题 那么只用查路由相关的路由表啊 等等等等东西 对吧 会快速定位到问题 会解决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至少你排数 至少应该快速 定位到是哪一片 是哪一片的问题 然后再定位到是哪一层的问题 对吧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才能够把这个问题 给快速的找到会解决它 也便于你学习 你看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们学的是 这个交换机 交换 对吧 我们学 以前叫路由交换嘛 对吧 那现在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叫这个抗子 乱七八糟的啊 反正以前就是路由 就是路由的一块知识 就是路由的 然后交换 就是交换一块知识 就是交换的 对吧 好 这是我们 我们说的啊 我们讲的是 TCPIP模型 对应OSI模型 我相信 作为刚入行的 哥们一定会背着七层 OSI七层模型 但是其实呢 我觉得你了解一下 左边的就可以了 什么绘画上表示 那基本上也设计不到 好吧 好 这个再说一遍 其实我们主要就在几层 物理层也没有写 数据电路层呢 主要是处理这些 这些 物理网卡的呀 还有这个 驱动程序呀 相关的这一块 就是包含驱动程序 包含网卡 这一块东西 叫就链路层 数据电路层的东西 网络层呢 处理分组 就是IP分组 一个IP包 在网络中的活动 比如说分组的选路 就是来了一个IP包 然后呢 我们查询目的IP地址 我们查询路由表 查询下一跳 然后给它转发到 下一条路 去上面去 然后呢 就是传输层 传输层 那么实现 主机上的 两个应用的端到端的通讯 传输层实现 两端的两个应用的端到端的通讯 那应用层呢 主要是处理一些 应用的相应的一些数据 相应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处理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协议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是我单独 单独化的一个 TC PIP模型的一个示意图 我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应用层 比如说这是FTP 这是应用层的协议 那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比例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 比如说 我要向你 FTP其实就传数据的 那么我们人和人之间 那传数据 比如说 以前我们传数据 可能就是写封信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拿一张纸 然后呢 写了一封信 那么你可以认为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我们 什么叫应用层的通讯 就是我觉得我写了 我把我的数据写到这个纸上 写到这封信上面 然后呢 你也能够看到这张纸 看到里面的这个信 看到里面的数据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觉得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被 其实我不用关心 再说一下 我不用关心 它是怎么被快递 或者说邮政 然后最终怎么千辛万苦的 经过了多少人 经过了飞机轮船 这个 我不关心这个事情 我知道啊 那么 我只需要给它 封装到一个信封里面 那么 你就能够从这个信封里面 拿到这张纸 能够读取里面的数据 至于里面是什么 我不是很关心这个事情 我管你们怎么搞 我觉得 反而我这一封信 你那边看到一封信 这就实现是应用程序 到应用程序的通讯 应用到应用的通讯 好吧 好 然后呢 这是指到指 对吧 我这张纸 你看到这张纸 然后呢 我要发出去的时候呢 首先呢 我要用一个信封 来包裹起来 我需要给它 包裹一个信封 然后呢 里面去写上 那么 我是哪个大楼 然后哪个房间 对吧 然后呢 要跟哪个大楼 然后哪个房间 然后呢 进行一个通讯 那么这是 TCP的 就说呢 我把这东西 封装到这个信封里面 然后呢 你也能够那边 传过去之后呢 你那边呢 也能够去收到这个信封 也就是说呢 我也不关心说 我这个信封到底是 打到一个大包裹里面去了呢 又经过飞机轮船了呢 我也不关心那个事情 我只关心 我这个信封 交给快递 那么你那边呢 就能够得到一个信封 对吧 因为我的信封上面写了 是哪个大厦的 哪个房间的 房间你可以认为 房间的端口号 然后呢 我给来一个信封 他就能够得到一个信封 这就端到端的 端到端的 TCP的 端到端的 这么一个通讯 至于下面是怎么搞的 我不关心 但是怎么搞的 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被封装成为一个 一个大的包裹 然后又放到放到了集装箱里面 然后用火车 用飞机 用轮船 用汽车 你们爱怎么地 怎么地 我不关心那个事情 好吧 那么 我就一个信封 这边就一个信封 实现一个传输成的端到端的通讯 这个是一个应用到一个应用的通讯 好吧 好 当你交给了快递小哥 那么快递小哥 难道真的就是把这一封信 就直接送到目的地了吗 不是 他一般来说呢 还是会给再打包的 比如说 我是一个重庆的 要发给沈阳的 那么这一个快 这这么一个信 好吧 重庆到沈阳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很有可能 我们并不是直接一个快车 直接就到沈阳了 有可能呢 可能没有这个 这条线路 但是其实应该有 假设没有啊 咱们这不重要啊 就假设 我们这个重庆到沈阳 就没有这个火车电路 没有直达的火车电路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能够先到北京中转 就是我们 我们查了 就是说我们要去这个 这个去沈阳 那直接去不了啊 我们只有先通过火车 然后呢 到北京 然后呢 再到北京 先中转 然后呢 再转汽车 然后到沈阳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我就会把重庆到北京的 所有的这些物品 都封到一个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集装箱 或者说一个大的包裹里面 就是重庆到北京的 你先给它封到一个大的包裹里面 把一些信封封到这个大的包裹里面 这个大的包裹呢 其实你可以认为就是IP包 OK 这个里面 OK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IP包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是一跳 这是一跳 这中间是一个路 它帮你做转发的 你可以这么认为 然后呢 重庆和这个 重庆和北京之间的可能是火车 我们做一个高铁 我们做火车 那这个时候呢 火车呢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物理电路 那么 这个物理电路 物理电路呢 相当于你这地方有一个火车票 火车票有原这个火车站和目的火车站 你可以认为这两个是一个物理马克力子 这个如果是以太网的话 那就应该是马克力子 你可以认为这是 这是一个物理电路 那通过火车来传输 那么你可以认为呢 这个呢 就是原马克力子 这是一个目的马克力子 你这个 这个集装箱是交由火车 再做一次封装 你看 一封信 信封 然后大的包裹 然后呢 用火车 然后呢 从重庆 然后交到北京上 北京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就是你看 反复在做封装 这是应用层数据 这是TCP的数据 这是IP的数据 这是以太网的数据 OK 那么 这是我们的数据电路程 我们通过火车来进行封装 原马克 原物理地址 是这个重庆火车站的地址 然后呢 木地马克 是这个北京火车站的这个地址 OK 好 这个东西呢 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之后呢 他可能就会去 把这个打开看 看了之后呢 发现 发现你这个信封呢 其实呢 最终IP地址啊 你是去沈阳的 那这个时候呢 很有可能 他发现要沈阳啊 沈阳呢 那就要走 走汽车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他会把它又再次封装到这个 另外一个物理戒指里面去 啊 这个物理戒指里面呢 也有这个物理戒指的 骂个例子 原骂个例子 和木里骂个例子 原 北京汽车站 木地 沈阳汽车站 这是两个不同的戒指 比如说是以太王 这比如说是以前的令牌环啊 这个令牌环的东西比较老了啊 然后呢 通过汽车做封装 然后呢 送到了这个 沈阳火车站 然后呢 打开这个 拿到里面的包裹 包裹拆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信封 信封呢 就要送到某一个大厦 然后呢 这个大厦得到之后呢 再拆封 然后呢 发现这东西呢 要送到某一个房间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房间那个人呢 就看到了这封信 然后实现了这个 应用数据的一个 应用数据的一个通讯 这是一个 传输层的端到端的通讯 IC呢 是逐条的通讯 就是说 你先查路由 那么要去沈阳 下一条是北京 那这个时候呢 你把包发到了北京 然后北京呢 哎 查路由 那么下一条 从哪个接口出去 那么走哪个戒指 然后呢 最终通过这个 这一个 跳的戒指的封装 然后呢 给送到了目的地 基本上就这个效果 那么 你可以认为以太网呢 是 数据电脑层呢 是逐戒指的 网络层IP呢 是逐跳的 TCP呢 是端到端的 那么应用呢 是应用到应用的 应用程度 是应用到应用的 实现了这么一个通讯 重传 咱们再说重传的问题 这还没有设计 马上要讲重传 这就是这么一个 封装的这么一个 层次结构 首先要了解 这是逐戒指的 这是逐跳的 这是端到 这是TCP的 比如说TCP或者UDP的 端到端的 然后呢 这是应用到应用的通讯 而且呢 对于每一层而言 他们并不关心 下面是怎么玩的 我就写信 信就到了 至于 怎么封装的 我不关心 我就一个信封 那边信封就到了 对吧 至于下面是怎么玩的 你们爱怎么玩 怎么玩 对吧 这个我也不关心 对吧 这个包裹也是 至于是不是封装到了 火车 轮船 飞机还是汽车 我们也不关心 我们只是 知道下一跳 要到北京去 下一跳 去沈阳 对吧 至于我们到底 用什么样的一个 承载方式去的 这个我们也不关心 那这是 然后呢 这是竹戒指的 封装 这是汽车的 这是火车 这是汽车的 就实现了这么一个 应用到应用 端到端 竹跳 竹戒指的 通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这儿 举的是FTP 这两个主机 这是FTP的客户端 这是FTP的服务器 这基本上 就是刚才的一个 刚才的一个例子 FTP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的通讯 都是客户服务器模型 就是我们有个客户 要访问我们的服务器 一般情况下 应该都是这样的 双方通讯呢 都有对应一个 或者多个的协议 进行通讯 比如说应用程式 什么协议 传输程什么协议 网络程什么协议 数据电路程什么协议 都会有多个协议 来进行通讯 在不同层 有多个协议 进行通讯 然后应用 应用程序呢 应用程呢 主要是 在这个用户进程 里面来实现的 这样我们 Python开发的话呢 就是 用进程 或者线程 来实现的 然后呢 就是应用程 主要是在进程 和线程里面实现的 那么下面呢 主要是在内核 TCPIP 这个在Ninux 这个主要是在 Ninux内核 这个以太网这块 数据电路程这块 主要是在 网卡驱动了 应该是下面这个 应该是在 网卡驱动里面的 网卡驱动 然后ICTTP呢 主要是在系统内核 然后呢 这个呢 应该在 进程里面 操作系统的进程里面 这两个呢 是在内核里面 这个呢 应该是在 网卡和网卡驱动程序里面 越往上呢 越是处理应用相关的 越往下呢 越向通讯的细节 处理更多的通讯的细节 好 这应该又是一个啊 就是端系统 就是两端的 这些设备叫端系统 然后中间的叫中间系统 IS 当然不是ISIS 就是 我们一般来说 路由器 叫做中间系统 所以说有个路由器 叫ISIS 就中间系统到中间系统 所以我们的路由器 一般来说 叫中间系统 应用程序 实现的是端到端的 这个是端到端的 应用到应用的 这个也是端到 这是应用到应用的 我认为 这个应该要应用到应用的 这个TCP呢 才是端到端的 然后刚才我们也说过 IP呢 是逐跳的 然后呢 这个数据电路层 它是逐介质的 好 继续看 那么 IP提供了一个不可靠的服务 刚才说了从传的问题 现在来说 IP是一个不可靠的服务 其实以太网呢 也是一个不可靠的 IP呢 也是不可靠的 其实UDP呢 它也是不可靠的 对吧 但是呢 TCP却号称自己 能够在一个明显不可靠的 IP层上面 提供一个 可靠的传输 那么这个玩意是怎么实现的呢 下面会讲 好 而且刚才我们说过啊 就是说 互联网的目的之一 就是在应用程序中隐藏所有的物理细节 比如说呢 你FTP 你开发应用的 你开发你的应用就好了 你反正你知道 你把应用交下来 我们那边就能收得着 对吧 就说 就隐层下面的操作细节 刚才我说过 就是反正你把数据拿过来 反正那边就能收得到 至于他们怎么工作 你甭管他们怎么工作的 每一层都做了一次封装 彼此都隔离的 就是你上层 你不用关心下面怎么干的 反正你把数据交过来 反正那边就能得到 好 这是一个可靠的TCP和不可靠的IP 我专门画了一个图 就是IP明显不可靠 为什么我们能够实现说 我们的TCP它就是可靠的呢 为什么我们就能够 把它丢的东西找回来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跟淘宝交易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手机 卖家和这个买家 买家付了款 卖家呢 发了货 他们之间 你可以认为卖家和买家之间 是TCP 是可靠的 那么这个时候卖家呢 把一个手机封装 那个包裹 由快递公司 比如说 快递公司呢 你可以认为是IP协议 那么快递公司的IP协议 它就不可靠的 它就有可能丢件 丢就丢呗 你丢了件之后 反正这个手机 这个买家 他就没收着 没收着 他就不确认收获 不确认收获 那你们跟他要沟通 说反正我没收着 他说 然后呢 那没办法 那里就重传 对吧 至于下面丢不溜 反正我们买家不玩 对吧 我们买家怎么没收着 我不关心你 我不关心是 你是用哪个快递 我也不关心 他是怎么溜的 在哪儿溜的 跟我有啥关系 我只关心 没有收到 我只关心 你没有收到 你重传 所以说呢 TCP有一个确认和确认和重传 这么一个机制 所以呢 IP虽然说不可靠 不可靠不重要 丢了你就丢 你就老老实过传 你努力的传 你丢了就算了 丢了之后 反正我们上面有个确认 反正他没收着 那我就只有重传 所以就算是不可靠 那么 TCP也是能够给他找回来的 也能够实现可靠的 然后下面我问个小问题 UDP也是不可靠的 那么能不能说 UDP就 UDP传出的东西 就一定不可靠呢 就说UDP是不可靠的协议 那用UDP传的东西 都不可靠呢 你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你想想 TCP肯定可靠吧 刚才哥们说可以 这这么回事 你想想 IP不可靠 那由TCP搞定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说下层不可靠 但是我们可以用上层搞定 对吧 UDP是 UDP是不可靠的 但是UDP还有上层啊 他也可以有 再由他的上层 比如说他的应用层 来确认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像我们在后面的TFTP 叫停止等待 那么 TFTP就是一个应用层协议 他知道UDP就不靠谱 所以说 他玩了一个停止等待的技术 由应用层 由TFTP来确认 来保障 UDP的传输的可靠性 可以见吗 像HTTP3 也是 也是用UDP的 那么他也搞出来自己的一个特殊的层 来确保UDP传输的可靠性 可以见吧 虽然说UDP是不靠谱的 但是你说拿UDP传东西就一定不靠谱 就一定会丢 丢了就一定找不回来 这不对的 因为UDP搞不定东西 上面还有大哥呢 对吧 上面还有应用层呢 那应用层他帮你搞定 不就好了吗 当然用应用层再越往上 那就你看 TCPUDP是内核 那么他们的性能 他们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对吧 但你如果说拿应用层来搞定这个问题 很明显的是当然肯定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他往往会慢一点 你越往上解决 越不在内核里面解决 那你肯定性能会差一些 这应该是的 好吧 好 看一下啊 就是这是一个分层 数据链路层经典的就是这个ARP IRP 那么我们基本上数据链路层的协议 我觉得我们 像应该说 最初你觉得应该叫VIP吧 就是VIP的协议 我们经典的ARP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你们还能够想到一些 其他的一些数据链路层的协议 你们还能想到一些其他的 经典的数据链路层的 或者说VIP的协议 你们除了ARP外吧 除了ARP外 你们还能想到什么 还有什么想得到的吗 你可以认为是非IP 非IP的 数据链路层的 你们看还有什么可以想得到的 这是分层啊 数据链路层一些协议 对经典的 我觉得我们用的上的吧 应该 我觉得比较经典的 大概用的比较多的 PPOE 应该算得上是用的比较多的 CDP这些肯定也算 这些协议 OK CDP是算的 我觉得PPOE吧 PPOE应该也算是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非IP数据链路层的这些东西 PPOE也算 PPOE也能算 好吧 这是数据链路层 然后呢 我们的网络层用IP SNP算是 SNP和IGNP算是IP的附属协议吧 都能算是网络层这个范畴 然后传输层呢 主要是TCP和UDP 再往上呢 主要是应用层 应用层协议 传输层反而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TCP 在不可靠的IP使用不可靠的IP 但是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传输协议 UDP呢 UDP的特点就是不可靠的 但是它的速度比较快 其实好几年前 应该说五年前 我讲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觉得 就我经常会说学 我跟局员说 我说你看 TCP又有三次握手 又是可靠的 也有确认 你看它哪哪都好 我当时就说哪哪都好 哪哪都好 为什么还要用UDP呢 UDP感觉又没有建立绘画 然后呢又会丢包 丢了包又没人管 对吧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用UDP呢 我给大家举了三个例子 那么这三个例子呢 就是说 那么经典的查询类 比如说像DNS 这是查询类 我们会用到UDP 查询类就像 你看DNS 我们同时 我们当时后面会讲DNS 我们同时是三个 我们可以设主用DNS 备用DNS 再次用的DNS 这样的话你说三个的话 它其实可以三个一起去寻求 让任何一个响应了 那么都算好使 那么比理的TCP就要快很多 TCP的问题就是说 我去找 找一个服务器 你要找这个服务器很有可能 找不着 可能会有问题 那TCP又会重传 再尝试 TCP的建立握手的过程 是特别的漫长的 不在 等会再重传 怎么还没来 再重传 TCP这个 这个重传 然后直到放弃这个过程 其实是非常漫长的 是没有效率的 对吧 那DNS 什么 就三个一起来 对吧 只要有一个能响应 那咱们就算搞完 就算结束 查询内适合于我们的UDP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实时流量 比如语音 我经常说语音和视频 特别适合 语音就是 我经常说 为什么语音适合呢 就是像你今天听我的课 可能如果有点卡 可能我一句话十个字 可能你有七个听到了 你三个没有听到 但是其实呢 不影响到这个你的 不太影响吧 你对我整个话的理解 因为其实人说话吧 大部分还是 有些字 其实是废字 你关联上下文 你关联上下文 其实呢 就算十个字 你丢了三个字 你听了七个字 其实不不太影响 那个你 你对我整句话的理解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 也适合于用UDP 还有视频 视频有时候会花瓶 那么花瓶其实就丢针 那么这个也不重要 因为花瓶其实还好 就局部花瓶 其实也不是很影响观感 反而你用TCP 你去把我掉的那三个字 在一秒钟之后 重新再播放 然后呢 或者说把我丢的那几个针 在一秒钟之后 再重新在这个位置 再显示出来 把新的给覆盖掉 那可能反而会影响观感 对吧 所以说在实时流量这块 也是适合于用这个UDP的 而且UDP这是广播 UDP这是主播 你TCP也搞不定 这也它的优点 当然了 在数据传输这一块 就比较拉胯了 TFTP效率 后面都会讲 那么效率很明显 就跟FTP的效率 就没有办法比了 虽然说也能用 但是这就效率比较低 以前感觉找不到太多UDP的亮点 如果说我真的说找亮点 就是说查询内低应该是确实有亮点 然后语音这些确实有亮点 好像其他也就没有什么亮点了 但是你会发现 这几年UDP可是要打翻身杖了 我跟你讲 现在更多的 特别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协议 HUDP 到了3.0版本的时候 已经是UDP的了 对吧 这也服气了吧 对吧 你说最牛逼的协议 最重要的协议 是UDP的 有说服力吧 我说它打翻身杖没有问题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VPN 其实我们的那些SSL VPN 其实不是用的SSL 其实也不是用的纯粹的TOS 现在像斯科的 像各位连的AnyConnect 一定用的DTOS 就是UDP版的TOS 是UDP版的 UDP版的 UDP版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用听 最重要的 你要知道 特别是VPN 要用UDP VPN要用UDP 因为 因为 你想啊 你通过 你通过这个VPN传的 有可能会传语音和视频流 没有问题吧 你用VPN是不是有可能传语音和视频流 那么语音和视频流 为什么要用UDP 就是因为它能丢包 丢了就算了 但如果说你VPN 你是TCP的话 你VPN像TOS 你用TOS 但是TCP的话 那么 里面 你VPN包裹里面的数据是UDP 但是你不好使 你外面包裹的是TOS 外面包裹的TCP 你一定要给它重传 那不就尴尬了吗 对吧 所以说 VPN适合于 用UDP来做 用UDP做的话 也就意思就是说 那VPN 我们VPN这个层面 VPN这个层面 我们不管你们的 这个 这个 重传的问题 你们想重传 你们自己重传去 反而我们VPN只是个管道 我们管道呢 不管可靠性 我们的管道呢 就是爱丢就丢 对吧 至于丢了之后怎么办 反而我们不管 那么你们呢 你们自己想办法 你们TCP呢 你们自己重传去 你们UDP呢 UDP自己去搞定去 反而我们的管道 我们不管哪个事情 我们爱丢就要丢 好吧 你要 你要 你要可靠 你们自己想责 我们 我们这个管道 不管这个事 好吧 你以前那个VPN 用TOS那个VPN 那传统TCP的 这样一个管道 你现在这个管道 是个 是个可靠管道 我们不要可靠管道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可靠管道 我们要你就该丢就丢 好吧 丢了我们自己想责 你别管那么多 好不好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现在VPN 基本上也是要 也是要做成这种 丢包的这种不可靠管道 反而让这个东西 就是你们做一个管道 你们管这么多干嘛 你做一根线 VPN不就是一根线吗 对吧 你你做一根线 你给我重传个屁啊 你你管得着那些事吗 对吧 你做一个 VPN你可以认为是一根线 是一根网线 对吧 你们这一根线 你管的 你管 你管得着这么多事吗 对吧 这规理管吗 对吧 你我们自己有UDP 我们有TCP 我们自己想责 好吧 你做一VPN 你做一根线 你这个管道 你不要管那些 跟你没关的事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VPN很多 也是这种UDP的 像DTLS 就是UDP版的TLS 然后呢 现在HUDP也是UDP的 所以说这两年 你看VPN也用了很多 HUDP也用了很多 都是UDP的 所以说谁说UDP没前途了 你看这过了这么多年 都翻身了啊 TTV这两年不行啊 真的 TTV这两年不行啊 这两年最活的是UDP UDP很棒啊 好 这个说了 TCP UDP IP 然后这个数据运动成 好 IP是主要协议 然后呢 同时被TCP UDP提供服务 SMC呢 是IP的附属协议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讲 我来说一下 现在这个世界 其实以前这个世界呢 是分段复杂的 那么以太网呢 有很多竞争对手 以太网 比如说 我刚才说 IPO TALK呀 什么 真宗记呀 像是Fiber Channel呀 ATM呀 以太网啊 以前其实都 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呢 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还挺好的啊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协议啊 然后呢 到现在为止 就是大家都没怎么选择 咱们就以太网 没有什么其他 几乎就没有什么其他协议了 现在除了以太网 我说刚才Fiber Channel 还真的是 硕果仅存的啊 我认为真的叫硕果仅存的 不是以太网的啊 当然也有一个FC over Ethernet啊 FCOE啊 但是应该说呢 它算是略微的硕果仅存的 还不是以太网的啊 其他都不存在了 当年的ATM不存在了 我工作的时候 还有ATM呢 还有真宗记呢 林排华我没有见过 林排华我没有接触过 ATM我接触过 真宗记我接触过 但现在没有 这就通通的以太网 IP也是 跟当年跟IP竞争的 其实也有很多 最近年的 我以前打的一个游戏 红锦 IPX 是IPX的 Apple Talk也算是 Apple Talk也算是跟他竞争的 没了 全部都没了 全部都下了菜了 现在只有IP了 现在只有 你可以认为就只有以太网了 你可以认为就只有IP了 然后呢 传输中就两个 TCP UDP UDP最近牛逼 这两年UDP真牛逼 UDP在打反正仗 以前总之觉得TCP更好一些 UDP不行 你谁说的 30年何东 40年何西 这不一定啊 最近几年轮到UDP 再发光彩了 好 这个再说了 继续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封装 封装这个效果啊 首先看一下以太网 这是以太网 以太网头部呢 一会儿我们会讲14个字节 14个字节 然后呢 我们经常说 我现在要聊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经常说的1500 那个MTO 是从哪开始算的 就是 首先 很多人会误解 那个1500 是包含以太网头部的 你可以看这个图 那个1500 是不包含以太网头部的 从IP头部 到IP数据 IP头部 IP数据 1500 所以有时候我们配了一个 叫IPMTU 对吧 IPMTU 包含IP头部 包含IP数据 这个玩1500 还有一点 很有可能很多人 知道1500 但不知道46 就是 它有一个最大长度 还有一个最小长度 你不了解46 有时候你看一些包的时候 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一个叫电片的 叫 padding 电片 这是什么鬼 很多人不理解 就是因为 特别是ARP这样的 就是它比较小 它不够46个字节 它不够要补齐46个字节 所以说 要了解 有一个最小值 也有一个最大值 MTO一般来说 当然 但是现在有剧增 那个9000都可以上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是 1500最大 46最小 超过1500 要做IP分片 小于46 需要补齐46 要做一个 要加一些数据进去 做一些电片 然后补齐46 首先这个点 你要了解 然后 以前的传统套路 就是 我们这有一个 以太往头部 头部里面 就有一个 什么样的 就是有一个 就一个类型位 你可以认为是 类型位 就是真类型位 那么 其实是一个头部 其实我们会看 其实这个头 是一个头部之段 这个太多了 就是有一个 都会有这么一个 头部之段 就是说 在这一个 以太往头部里面 都会有一个 这个之段叫类型 一般来说叫类型 当然 它后面有装口号的 就是 这个头部里面 有一个 类型之段 然后来标记 它紧接着 那个数据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 是IP 或者说是 其他的类型 都会在这标记 ARP IP IPV6 都通过这个类型 标记紧跟着的 那个头部 或者说数据类型 OK 那么IPV6 当然这也是我们 第三部分 会讲IPV6 IPV6 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IPV6 这个地方设计 要下一个头部 Lext header 这个思路 不是很一样 好 看一下 好 以太网手部里面 有一个叫做 就是 你可以认为叫 以太网类型 或者叫 以太网 协议号 那么通过它 来标示 它的下一个头部 下一个 这个数据类型 比如说是IP ARP 是PPOE IPV6 通过它里面的手部的里面一个类型位来标识紧接着是什么 IP有一个叫IP协议号 IP协议号来标识IP后面紧接着是什么 比如说有SMP、TCP、UDP、ESP、GRE等等等等 他们都通过都通过一个写一号这一字段来把每一个头部你可以认为是连接在一起 当然端口号稍微特殊一些 其实端口号你也可以认为叫做应用类型 端口号其实通过端口号其实在标识的里面的这个TCP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应用 IP这个后面就是可以标识它IP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类型 比如说是SMP、TCP、UDP、ESP之类的 它通过这些协议号一个头部一个头部穿接在一起 通过以太网头部就知道我通过看到了这个就是0806 那么我就说这个后面是IP OK 然后IP后面比如说我发现它是TCP 比如说6、TCP、EISNP 那么TCP后面比如说23 我就知道这里面是Tailton应用的相应的数据 OK 注意以太网首部14个之间 还有一个尾部做交友盒的有一个尾部 然后46最小1500最大这一点你需要了解 46这46一个最小值还有一个1500的最大值 一般来说IP首部是20个字节 一般来说TCP首部是20个字节 当然如果有选项的话可能会更多一些 我们后面会慢慢的讲 然后就是用户数据下来封装的应用层首部里面 比如Tailton首部 FTP首部 HTTP首部 HT首部 这大家比较熟吧 然后呢TCP首部 IP首部 然后呢以太网首部 这么做一个封装 好 这是经典的 我觉得这几个我这列出来这几个协议号 这个以太网协议号 IP协议号 和端口号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稍微记一记 这应该是非常经典的几个 我觉得至少应该记0800和0806吧 这两个是最最应该要记的 对吧 IP和ARP 然后这个IP协议号呢 我认为我认为一定要记的是16和17 1是SNP 6是TCP 17是UDP 其他这两个就是随意吧 后面这几个随意了 这ESP一般来说IPsec IPsec用的是ESP 算是AH 算是一般用不上 GRE是一个经典的封装嘛 50ESP IPsec就是50 端口号呢我认为至少要记得 8043吧 这个不用说了嘛 这个最重要的协议 HTTP8043要记吧 对吧 SSH22吧 FTP 现在已经用的不多了 其实我这一轮都不想讲FTP了 我觉得5年前可能讲FTP 大家就还有点兴趣 现在谁还用FTP 现在大家用网盘了 对吧 现在我都不怎么用FTP了 SSH22 他有了23 SMTP SMTP还得要记一下吧 SMTP 其实也还好了 因为现在SMTP 大部分都是加密的 都是TLS的 但是标准的明文的 不加密的SMTP FTP 应该这么说 好 Tax加 Reduce IKE稍微记一下 IKE是UDP500 UDP的 IKE是UDP的 前面这几个都是 这个Reduce也是UDP的 IKE是UDP的500 前面这些应该 都是TCP的 好 好 就是用这个分用 就是你来了一个以太网帧 那么刚才那是叫做封装 对吧 你不断的添加头部封装 然后呢发走 然后收到的时候呢 叫做分用 依然通过刚才的以太网头部 那这个时候ARP我交给ARP处理 IP我交给IP处理 那么IP又分其他的这个协计号 然后呢是TCP交给TCP UDP交给UDP 然后呢再通过端口号来找到上面的应用程序 然后呢再用这个端口号找到上层的应用程序 然后用应用程序来处理 这就是出来的时候呢 叫做这个封装 封装各种各样的头部 写上自己的相应的这个协议类型 然后收到的时候呢 然后呢也用头部来分用 然后找到上面的IP 找到TCP 找到应用 然后呢再用应用程序来处理 好端口号再说一下 端口号呢一般来说呢就是 服务我们都是客户服务器模型 然后呢服务器的端口号都是一些经典的 知名的固定的端口 比如说像FTTP21 像HTTP18 Telot23 对吧 那么客户端的原端口 一般来说是 比如TCP 我们先说TCP 是大于1023的随机端口 大于1023的随机端口 也叫做临时端口 所以一般我们聊的那些端口号 都是经典的目的端口 服务器的固定端口 OK 一般呢 一般呢 不怎么聊 原端口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TCP TCP呢 都是大于1023的随机端口 但这一点你要注意 在对立写一些设备的防控制列表的时候 非常有用 要是去的时候 是原端口随机 目的端口扒凉 但要知道列表有可能是写返回流量 返回流量的时候 那就是原端口是固定端口 比如说80 目的端口是随机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搞清楚方向 因为有些哥们写访控制 这边老是找不对 找不对这个原目端口 就是因为你要搞清楚 是去的 还是回的 去TCP 原端口 大于1023随机 一般我们不写 目的端口 往往是经典端口 我们要EQ80 EQ43 但是回来的时候 是原端口EQ80 连43 目的端口咱们不写 因为是随机的 OK 所以说这个端口 一般来说我们说是TCP 你看 TTP大于1023随机端口 基本上大于1023随机端口 UDP是怎么回事 UDP 这不好说 UDP不好说 那么UDP的最经典的 比如说我们拿个UDP最经典的 UDP最经典的是 DNS DNS的话就是原端口随机 目的端口53 我举个几个特殊的 DNS是原端口随机 目的端口53 然后呢 这个IK像 像IPsec VPN 那个鞋商的IK 刚才不是看到500吗 500 500 对吧 这个地方500 它是原端口也是500 目的端口也是500 就是端口是一样的 再来一个比如说像DHCP DHCP是服务器端是低一点点的UDP67 客户端是高一点点的UDP68 也就是说第一个DHCP包由客户主动发起了一个叫Discover的一个包 原端口是68 目的端口是67 所以说呢UDP这玩意不好说 所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所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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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端口是一个随机端口 是一个临时端口这个说法只是TCP试用UDP你不要聊就是不一定你要具体实行具体分析 好吧 一般来说呢是大于1023的随机端口 那么一般来说呢5000以上呢就基本上没有用 是一个高端口 但是高端口一般没有人用 但是有些情况下我们就要用 那么比如说后面我们的TWROOT 我们的那个TWROOT那个TWROOT一翘翘那个那个协议 随速的就用到了这个UDP的高端口这么一个特点 好吧 端口号我也想给大家聊的也都在给大家聊了 好吧 那这就是这个我们的TCPIP模型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好吧 那么我们歇10分钟回来讲这个第二部分以太网协议